朝鮮半島最近局勢緊張 朝鮮先是炸毀了連接兩國的兩條道路 並在隔天宣布有超過140萬青年申請入伍 並調集數個炮兵旅部署到三八線附近 進入戰鬥準備狀態 金正恩這次如此惱怒 主要原因是韓國方面派遣無人機 在平壤頭下大量傳單 傳單上寫著 只想著中保私囊的金正恩 並附上了金正恩出境時經常佩戴的瑞士名表 以及他的女兒金主艾的迪奧大一 這些無人機傳單無疑戳中了金家王朝的死穴 導致金正恩休腦成怒 大手一揮做事就要挑起戰爭 朝鮮半島到底會不會爆發戰爭 朝鮮能打得過韓國嗎 我們的YouTube頻道自從去年10月以來 就被禁止盈利 兩次申訴依然無法改變結果 所以我們決定開設全新的頻道 名字叫做軍事情報局 以後我們將會在老頻道和新頻道更新不同節目 歡迎大家點擊訂閱我們全新的頻道 在我看來 朝鮮半島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非常小 主要基於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 論常規武器的戰爭 朝鮮完全不是韓國的對手 朝鮮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軍隊之一 陸軍就超過100萬人 甚至比中國陸軍人數都多 中國陸軍在經過大規模裁軍和軍事改革之後 紙面兵力大概是98萬人 朝鮮軍隊雖然人數眾多 但是訓練不佳 武器裝備很差 陸軍主要的裝備還是冷戰時期的59式坦克 和蘇聯的T55坦克 這個T55原型是在1945年3月份問世 那個時候二戰都還沒有結束呢 這款坦克全世界總共生產了8萬至10萬台 裝備的是100毫米戰車炮 無論其火控系統 動力系統 火力 裝甲和現代戰車 都沒有辦法相比 朝鮮陸軍主要依靠的是數量龐大的老式火炮 其中大口徑的榴彈炮 加農炮就超過4000多門 火箭炮還有3000多門 合計超過8000門重炮 再加上各種短程和中程彈道導彈 這些重炮在冷戰時期有著極其重大的威懾力 但是在現代戰爭中 其影響有限 射程也有限 它最大的威懾力是能夠向首爾等人口密集的平民地區發射炮彈 反觀韓國這邊 在過去20年間 國產軍工業實現了質的飛躍 從飛機 導彈 坦克 軍艦 潛艇 現在什麼都能造 而且造的是有模有樣 韓國軍工出口額已經衝進全球前八 比如其製造的K9自作炮 遠銷世界上多達10個國家 羅馬尼亞 愛沙尼亞 芬蘭 印度 挪威都有採購 波蘭更是在2022年一口氣訂購了648套 K2坦克表現也不俗 而波蘭也購買了800多輛 其實韓國武器使用的很多都是西方的技術 比如K2火炮照搬了世界上最強的 德國萊茵金屬RH120 55倍径的120毫米火炮 發動機用的則是德國MTU的1500馬力柴油發動機 韓國的K9自作炮可以在40公里外精準定位 朝鮮的炮兵陣地 而朝鮮炮兵的射程只有20多公里 韓國的K2坦克則可以在戰場上 秒殺朝鮮的T55 59式坦克 朝鮮軍方對此也心知動明 目前在朝鮮半島的軍事部署上 朝鮮將其精銳部隊全部部署在二線 朝鮮最精銳的三個裝甲機械化軍團和一個炮兵軍團 全部部署在第一條戰線後方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兵力部署圖 在三八線附近 依次部署的分別是第四、第二、第五和第一軍團 而在第二線則是815機械化軍團、820裝甲兵團、806機械化兵團和620炮兵兵團 由此可見朝鮮也非常清楚 以目前的陸軍實力根本沒有辦法正面對抗韓國 而在空軍方面雙方的差距就更大了 韓國在美國的幫助下研製了精英高級教練機 目前正在開發全新的KF-21隱身戰鬥機已經完成試飛 目前韓國空軍人數只有6.5萬人比朝鮮要少 但裝備各型作戰飛機超過1000架 主力都是清一色的美式裝備 比如美國的F-15戰鬥機、F-16戰鬥機 還有全新的F-35隱身戰鬥機 韓國第一份合同採購的40架F-35戰鬥機目前已經全部服役 部署在首爾南部的青州空軍基地 除此之外還有59架F-15K戰鬥機 169架F-16戰鬥機 以及60架韓國國產的FA-50多用途攻擊機 這些先進的第四、第五代戰鬥機 數量就已經超過300多架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朝鮮空軍 朝鮮空軍人數不少總共有10萬人 擁有各型飛機900多架下下6個航空士團 看似規模不小 但整體作戰能力卻非常弱 其最先進的戰鬥機是35架老式的米格-29支點 這些戰鬥機是80年代末期由蘇聯提供的 已經服役超過30多年 老化嚴重 雷達探測距離不超過50公里 發射的是老式的R-27和R-73半主動空對空導彈 甚至連烏克蘭的米格戰鬥機性能都比不上 除了這30多架米格-29之外 朝鮮的主力是100多架老式的米格-17和殲-5 100多架殲-6和米格-19 以及100多架米格-21和殲-7 所有這些飛機都是50年前製造的 現在能不能起飛都是一個未知數 基本沒有空戰能力 在對地打擊能力方面 朝鮮也沒有精確制導導彈和炸彈 主要依靠的是火箭彈 所以如果朝鮮空軍和韓國空軍開戰 只有一個結果 朝鮮空軍永遠看不到韓國空軍的戰鬥機 就會被F-15、F-16和F-35發射的各種中程空對空導彈 在100公里之外擊落 毫無還手之力 更重要的是 整個朝鮮沒有現代化的防空體系 使用的還是冷戰時期的高射炮 加上從蘇聯時期引進大量的便携式防空導彈 完全無法偵測和攔截韓國的先進戰鬥機 這有意味著 一旦朝鮮半島開戰 朝鮮將立刻喪失制空權 朝鮮的戰鬥機可以從首爾飛到鴨綠江畔 毫無阻攔 海軍在朝鮮半島局勢中起到的角色最為微不足道 但朝鮮和韓國海軍實力差距也很大 韓國目前擁有兩艘獨島級兩系攻擊艦 13艘驅逐艦 17艘護衛艦和22艘潛艇 其主力是3艘世宗大王級驅逐艦 滿載排水量超過1萬噸 裝備美國宙斯頓系統 安裝了總共128個垂直發射單元 除了可以發射美國的標準2和海麻雀艦空導彈之外 還可以發射韓國自己的玄武巡航導彈和紅沙反潛導彈 反觀朝鮮海軍雖然擁有走人數6萬人 但裝備的武器完全無法和韓國匹敵 主要以小型炮艇和護衛艦潛艇為主 朝鮮海軍的主力叫做羅金級導彈護衛艦 排水量只有1500噸 1971年開始研製 主要的反艦武器是兩座冷戰早期的明河反艦導彈 射程不過16公里 朝鮮海軍數量最多的竟然是80多艘小型潛艇 這些潛艇小到什麼程度呢 朝鮮的成於貴級潛艇排水量只有90噸 全長不過20米 鯊魚級潛艇排水量也不過是200多噸 毫不誇張的說 韓國一艘世宗大王級驅逐艦 就可以把整個朝鮮海軍按在地上打 所以我們簡單對比一下朝鮮和韓國的海陸空三軍 就會發現朝鮮如果膽敢和韓國開戰 韓國武裝力量可以在一小時二十分鐘內打到平壤 一周之內推到鴨綠江畔 但朝鮮有一個韓國沒有的武器 那就是核彈頭 朝鮮早在2006年就成功開發了核武器 並進行首次施暴 截至2022年 朝鮮核武庫大概有30至40枚核彈頭 朝鮮核武器的存在意味著韓國不敢輕易對朝鮮動手 如果金家王朝的統治地位受到威脅 金正恩這樣的獨裁者會毫不猶豫向韓國發射核彈頭 後果將十分嚴重 在朝鮮半島還存在一個第三方因素 那就是美軍的存在 美國不僅是韓國的軍事同盟 而且在韓國設有大量軍事基地 目前駐韓美軍有超過2萬多名士兵 在群山基地駐有美國空軍第8戰鬥機聯隊 裝備F16戰鬥機 在烏山空軍基地駐有美國第51戰鬥機聯隊 裝備F16戰鬥機和A10攻擊機 入軍方面美國第二步兵師也部署在韓國 主要裝備M1A2主戰坦克M2布萊德利步兵戰車 除此之外還部署有薩德反導系統和愛國者導彈等等 如果朝鮮進攻韓國美軍將迅速參戰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還為韓國提供核保護傘 如果韓國遭受敵國的核彈攻擊 那麼美國視同自己本土被核攻擊作出回應 韓國的科技實力其實很發達 如果想開發核武器早就能研製出來了 在朝鮮研發核武器的過程中 韓國國內就有一派人士主張研發自己的核武器 然而美國基於核不擴散的原則 一直在遏制韓國以及台灣的核武器發展 不過和台灣不同的是 美國向韓國做出了核保護傘的承諾 這就意味著朝鮮不敢貿然對韓國本土發動核打擊 因此這三大因素共同構成了 朝鮮半島上微妙的軍事平衡 朝鮮在常規武器上遠遠於韓國 因此不敢貿然發動戰爭 但由於朝鮮擁有核武器 韓國也不敢輕易進攻 美國則向韓國提供核保護傘 這進一步保證了朝鮮不敢對韓國使用核武器 正因為如此 過去幾十年來儘管朝鮮邊境局勢實有緊張 但從未爆發大規模戰爭 例如20年前雙方曾經在嚴平島真刀石槍幹了一仗 但嚴平島砲戰結束後 雙方都未進一步升級局勢 這次金正恩主動升級朝鮮半島局勢 不過是因為對韓國無人機投放的傳單內容 感到休腦成怒罷了 如果他真的膽敢和美韓聯軍開戰 那就是做減自負 自掘墳墓 我是子定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 再次金正恩主動升級 感谢观看